那民調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喔 現在呢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呢 蕭宜靜 他就說了統計學上所謂的抽樣物差 如果是以大約一千份的樣本數來說的話 就是約正負3% 他說這個正負3% 跟國民黨主張的計算民調方式是一致的 那麼柯文哲陣營 他們主張的禮讓3% 在統計學上 他說那個並不叫做抽樣物差 那麼尤英龍他說了嘛 讓3%或6%的爭執喔 其實是很無謂的爭執 或者可以說完全就是烏龍爭執 他說一切如果是回歸到每一份 被雙方接受民調的誤差範圍 就可以立刻的解決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爭議空間 不過我們來看到郭正亮他說什麼 郭正亮他說呢 共識的目的是要別人心悅臣服 心服口服的去投票 如果完全用統計學最大值來計算 那麼民眾黨怎麼可能接受呢 他說民眾黨的選民當然就更不用講了 他們是一定不會接受的 所以現在大家呢 也不要太過的生氣 他呼籲不要用統計學最大值來理解 但是現在就是僵持在這裡嘛 到底要用3%還是6%呢 好 蔡正元他說了 如果呢是要引用球賽的規則 他說都是3比3嘛 他說就只能夠延長賽再比一局 但是最好是把誤差範圍再說清楚一點 到底這個誤差範圍要怎麼算 藍白兩黨最好是好好的說清楚講明白 但是現在真的有時間在做一份民調嗎 因為20到24號就要登記了 所以來看到民調專家戴力安 他就說了嘛 你如果要再做一次全民調比勝負 他說你在登記截止之前恐怕是來不及了 還有人主張如果不行 那就乾脆再來做一次民調 坦白講現在這個氛圍已經改變了 他說如果是這個禮拜做民調的話 又會開始接電話大賽 所以他是直接坦言了 如果你真的要再整個重複做一次的話 時間恐怕是來不及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 前委郭正亮他提出了兩個方案可以解決 他說第一個就是立刻再做一份民調決勝負 但是剛剛專家已經說了 他說真的是來不及了 所以第二呢就是自己決定誰要當政的 誰要當富的 把富家條件全部都講清楚 現在只有兩種解法啦 第一個就是立刻再做一份民調決勝負 那雙方同意的民調公司嘛 這是最快的啦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你現在就是3比3嘛 那可是這個勝負的計算方式要講清楚啦 那第二個就是你們自己決定 誰要當政的誰要當富的 然後把富家條件都講清楚 又回到你的丟骰子 這個也不叫丟骰子 就是如果你說柯文哲要當富的 那他也可以趁機把他的條件講得更清楚 是 這是真的要講清楚 比如說舉例嘛 他說民眾黨是監督部門 那到底具體是哪些部會 他可以講得更清楚 實際上他已經講了一些啦 比如說法務部啦 金網會啦NCC啦 主計總處啦 他講了一些嘛 列出來 你列得更清楚嘛 我甚至認為 連監察院副院長都要讓他去做 就是說你就寫得更清楚啦 監督部門具體是什麼 那這也是一種方向啦 就是我們一定要合 那我們就協商決定吧 那當政的要負責募集資源嘛 那柯文哲自己就要想你做得到嗎 因為我坦白說啦 因為我我知道柯不斷的 本來在找一個替代方案 是跟郭台銘合作嘛 可是談得並不順利嘛 那他為什麼要找郭合作 因為他非常清楚嘛 中南部 中南部不是用網路就可以選的嘛 這很現實啦 那中南部你到時候 一定有選舉造勢的問題 對不對 那還有電視廣告的問題等等 所以一定要有資源的募集能力 第二個是 你要有能力動員群眾嘛 那郭台銘跟中南部的 國民黨地方派系熟啊 所以在這裡就有動員的可能性嘛 那本來還在想 說如果柯跟郭合作 那韓國瑜到最後 搞不好韓粉還有去瓜分的空間 可是今天 韓國瑜今天朱立倫厲害在這裡 朱立倫就給你選在11月18號 邀請宣布韓國瑜當不分區第一名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後續嘛 後續就是 韓國瑜的票你要拿到也變得很難了啦 那郭台銘到現在你也還沒談妥 所以你單獨選事實上 中南部你是很難問很難處理的啦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是要把問題攤開來嘛 就是說我們來談正負啦 那你當正的 你能夠中南部你有辦法處理嗎 這個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那我因為這個部分疏你 那我願意當富的 可是我要把我的條件說清楚嘛 那當然最好是再找馬英九來見證啦 因為到時候這個一定會增加很多民眾黨原來支持者的不信任 就說哎呦怎麼變成這樣 所以我就建議說如果真的是要用政黨協商解決啊 那民眾黨試著擬出一個有法律性質的文字啦 精準一點啦 那到時候國民黨參著你的文字同意 那好我願意當富的你當正的 那競選資源的募集你要負責 那到時候你募集之後也要協助民眾黨這一邊 就這個東西都要寫得清清楚楚啦 所以最好找律師看過的文件 要不然就是真的就是再做一次民調就決定了啦 我坦白講啊 兩天之內一定要決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798 CTI-1089 CTI-1199 CTI-1085 CD-1188 CTI-1175 CTI-1989 CTI-18 BÜNDNIS protected CTI-14ittä CTI-15 alto CTI-1588